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惟友以卯以事丙虚 这一个是一个难民 他是在问说 为什么2019 他进入这一个运程以后 他就感觉到 人家说这是好运 可是他感觉到 并没有 我们先来看 其实 他的一个八字 我们先来看天干 其实各位 水生木来生丙火 他这个八字在天干 连续相生倒不错 地支 我们也可以知道说 你看 木生火 火生土 土来生金 他也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在他的一个八字来讲 他其实要问的是经商 因为他是开店的 这个土就是他的一个财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以我们来看的话 各位 这个是他上一个大运 他再过几天就要转运了 他再过几天就要转运了 他就会转到魁丑 不是 是从魁丑转到任子 那我们来看 在魁丑的时候 第一个 他的财 你看 有两个 天干 丙火食伤又好 食伤又勤 你看 他很快他就会进入到任子大运 任子大运的时候 我们看 地支土克水 没有所谓的财 他的财就剩下一个 我们来看 任水克丙火 他的食伤还受伤 所以各位也会发现到 他现在的这一个任子运 跟他上一个魁丑运 他会觉得怎样 我会跟各位讲 在财运的部分 之前 食伤还有两财 食伤还没受伤 现在 在几天过后 各位 你看到财不行 食伤还受伤 所以他就会产生 他会觉得说 他怎么跟以前在经营 会有落差 他会有落差 各位 他已经要进入所谓的一个财运的 比较弱势的 跟他的本质比起来 还会更弱 为什么 因为他本质 各位可以看得到吗 这边是不是一个财 他的食伤 天干的食伤是很旺的 但是 进入了任职的时候 他的食伤反而还受伤 所以这个运程对他来讲 是属于财 弱 财会偏弱的一个情况 但毕竟他的一个财运 这个土来说 毕竟没有多大的伤害 他并没有受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要能够认真 好好的去经营 基本上维持过活 是还可以的 但是你想说要大富大贵 其实在这个运程来讲 其实比他的本命的一个状况 还要差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很难 很难 所以各位我们就要知道说 他一直以为这个是他的一个大运 他一直以为 可是实际上 我们看了一下以后 我们会觉得还好而已 怎么会是他的一个大运 他怎么不会是在前面 对不对 前面这一边他才是他真正不错的一个运 对不对 还有两财 还不错 可是现在又回归到一财的一个状态下 所以他还会感觉到说 为什么开始他的一个运程 慢慢逐步逐步的一个在衰败中 其实他在2018年 他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为什么 我们来看2018年 他的一个排列主屠 他在2018年来讲的话 他是在魁崇 戊戌 我们可以知道戊戌一合就没有了 那卯虚玉合 他就只剩下一个财 他原本两财都剩一财 所以其实他在这一个2018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点类似像在任职大运 只剩下一财了 他唯一比任职大运还好的是 他的天干的食伤还没有伤 所以各位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 一旦进入2月4号 他整个患运以后 他是回归到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他在己害年的时候 人的经营的状况 可能还会比戊戌年更差 因为戊戌年来讲的话 食伤还没有伤 可是己害年食伤已经受伤 这边已经患运了 更值大运了 所以说其实从2019年来讲 就是他的一个运程 逐步逐步的往下 但是以前会赚 但是现在来讲 可能就没有赚那么多 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我财运没有像那么好了 我能够维持过活就好了 能维持过活 不要再想说以前多好赚 那个时机 他的八字已经过了 他的八字已经过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留言再见 拜拜